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4月23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昨天22号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议案 将使首都华盛顿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但该议案在参议院却面临共和党人的普遍反对 昨天该议案在众议院以216票赞成 208票反对的绝对党派界限获得通过 民主党全部赞成,共和党全部反对 而总统拜登大力支持该议案 该议案提议使首都华盛顿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在国会众议院拥有一个议员席位 在参议院拥有两个议员席位 同时划出包括白宫国会以及国家广场 共两平方里的地区继续作为联邦地区 新成立的州名字不再叫哥伦比亚特区 而是改名为华盛顿道格拉斯州 以纪念著名的费农主义者道格拉斯 根据相关分析 该法案虽然已在众院获得通过 但在参议院通过的希望非常渺茫 最终该法案可能将难以通过 该议案的支持者称 此案优先要解决的是公民权利的问题 称华盛顿特区的居民 缴交联邦税登记兵役 并在军队服役 应该在国会享有和其他州一样的全部代表权利 而目前首都华盛顿在众院 只有一席没有投票权的席位 在参议院则没有席位 但该议案的批评者则认为 该议案就是民主党人想多获得两个参议员的席位来夺权 并指出议案可能违宪 据悉,如果该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那么华盛顿特区将成为1959年 夏威夷获准加入美国以来的又一个新州 该议案的支持者已经设计了51颗型的美国新国旗 如果华盛顿成为一个州 将成为美国最小的州 面积大约只有66平方里 居民人数则比佛门特和华俄明州稍微多一点 约70万人 日前,多个共和党执政的州先后立法 将加强对暴力示威的惩罚力度 支持立法的一方批评民主党纵容暴徒 以示威的名义破坏秩序 因此需要制止歪风 但反对立法的民权团体却质疑此举 侵犯了民众的集会和表达诉求的权利 据相关分析认为 这次多个共和党州进行立法 意味着共和党可能已经制定路线 预计将会以治安为主牌 备战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近期,全美各州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 共有34个州出现了81条 针对暴力示威的法案 其中,印第安那州的草案仍在审议阶段 建议任何人一旦非法集会 罪名成立,未来将不能参选公职 或涉顾于州政府 明尼苏达州的条文规定 非法示威者不能申请学生贷款 失业援助或房屋津贴 而在佛州,州长桑德迪斯 也在本州签署法例 他说,佛州的法案在制止抢掠 支持执法的力度上 在全国因属最强 条文涵盖的范围极广 例如,破坏公共秩序将从以往的轻罪 变为重罪 州府将会设立新的起诉罪名 同时禁止被告在出庭前保释外出 民众若拆毁联邦人物雕像 等地标性建筑物 最高可派入狱15年 司机如驾车撞伤示威者 也不需要面对民事后果 另外,如果地方政府削解警队的预算 当地检察官或郡市经理 可向州府申诉 推翻地方政府的决定 对于这套法案 佛州的众院议长斯洛普斯表示 佛州不会变成西雅图或波特兰 政府不能像这两个城市的民主党一样 放任治安恶化 但有民权人士批评共和党执政州的这些法案 认为这侵犯了民众的集会和政治表达权利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安德曼说 历年来各地的警察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这证明问题的关键在于警方和检控机关滥用职权 而不是立法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案学判后 主被告乔文已被送往州内安全级别最高的 橡树园高地监狱等候量刑 裕方将派出多名警卫对乔文进行严密看守 除了防止他自杀之外 还需防范其他囚犯对他的袭击 据悉 橡树园监狱是明尼苏达州唯一的一个 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里面关着500名重犯 在这个监狱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人成功逃跑过 据称 关在这个监狱里的囚犯地位各不相同 曾经杀害执法人员的犯人地位最高 性犯罪的犯人最受歧视 而像乔文这样被判罪的警员 也容易受到其他囚犯的针对性袭击 据专家预计 乔文应该会提出上诉 抗辩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四点 首先 此案的审讯地点 接近弗洛伊德的家乡 明尼阿波利斯 辩方律师曾提出投诉 称 当事人无法获得公平的审判 因为主审法官拒绝将此案 移到其他城市审理 第二 在长达三周的审讯过程中 辩方多次要求 让陪审团隔离 避免遭受舆论和新闻的影响 但动议被法官拒绝 第三 众议员沃特斯曾经呼吁民众 如果乔文一旦脱罪 民众应该将抗争升级 第四 当法庭开始挑选陪审员后 才没几天 明尼阿波利斯市府就已宣布 向弗洛伊德的家属赔偿2700万 法官曾对这个时间点表示不满 曾要求第三方停止评论案件 因此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 乔文将有90天的时间可以上诉 上诉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年 日前 就在明尼苏达州佛洛伊德案判决的当天 就在这个全美处于高度紧张的敏感时期 俄汉俄州又发生了一起白人警察击毙非议的事件 可谓是一波未平 数波又起 我们为什么说是数波 因为这两天 不仅只有这一起警察射杀非议案件的发生 这个案件发生在20号下午 当时一名16岁的少女 布莱恩特 持刀与人发生争执 结果在混乱中 被警察连开四枪击中身亡 据警方公布的消息显示 他们在20号下午4点半左右接到报案电话 报案者情绪非常激动 大喊自己遭到了袭击 说对方不仅拿着刀企图伤人 而且还威胁到他们家里的老人的安全 在电话录音中 可以听到现场传出尖叫声 另外根据办案警员雷登的随声摄像机 拍摄的录像显示 他赶到现场 走出巡逻车之后 还没来得及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看到现场有多人打斗 有人被推倒在地 混乱期间雷登拔枪戒备 并多次要求打斗的人爬下 但布莱恩特继续和一名女子纠打在一起 并且还持刀将对方逼到路旁的一辆汽车边上 就在这个时候 雷登向持刀女子开枪射击 事发后的第三天 22号 事发地的一位邻居公开了他们家门前的监控录像 他回忆称 当时他和妻子正好吃完饭回来 听到布莱恩特和另一位女子在门前争执 但具体的说话内容却没有听清楚 随后他们回到家后就听到了强声 事发后这位邻居查看了监控录像 他说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警察雷登下车时 一位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子和另一位穿深色衣服的女子 站在一辆汽车旁边 雷登靠近两个人的时候 持刀女子突然将对方推倒在地 雷登试图上前阻止 但持刀女子突然奔跑着冲向被推倒的那位女子 于是他便扣动了扳机 这位邻居表示 当时持刀女子布莱恩特手持力气 而且充满敌意 他说当时警员雷登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 除了开枪根本别无选择 相反如果他不开枪 这位女子的刀可能已经刺向对方的颈部 他认为警员雷登的举动 其实是保护了民众的生命 另外还有一位邻居也认为 布莱恩特的行为非常危险 已经威胁到了他人的生命 因此警察的反应是正确的 但对此 布莱恩特的姑母则认为 她的侄女当时是先受到的袭击 所以才自卫 她的家人也质疑警员 应该先控制场面 而不是马上开枪 由于此案发生时 距离明尼苏达州佛罗伊德案的宣判 不到一个小时 因此有维权人士认为 警察应该使用电击枪等非致命武器 而当地的警务署长 伍兹在回应中称 警员都接受过专业训练 在自己或他人面对生命威胁时 可以使用致命武器 而当地政府则表示 该事件仍在调查中 呼吁民众不要往下定论 那么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声明和解释 因为油管的AI审核 经常会误判 给视频贴黄标 所以在标题中 我们只能回避一些敏感词 所以说在以后的标题中 我可能会用一些同音的错别字 来替代敏感词 你比如说击毙 我会用击毙这两个字 射杀 我会用射杀这两个字 所以说以后大家如果在视频的标题中 如果看到了错别字 一般来说我都是故意的 因为对于错别字呢 我是比较敏感 我是极度敏锐 一般不会轻易出现错别字 因为我出版过50多本书 在出版的审稿过程中 其实已经锻炼出了 识别错别字的高度的敏锐度 所以说一般不会轻易出错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美国天天都有枪击案 在节目中 你要是弄不好 一有敏感词 就会被系统误贴黄标 误判 你说报个新闻 我们还得学波斯密码 逼着我们用错别字 你说我容易吗 21号上午 在北卡州 警察又射杀了一名42岁非裔男子 当天早上8点半左右 一名警察在执行搜查令时 射杀了非裔男子不老 事发后 近百名示威者聚集在现场 情绪激动 要求执法部门追究警察的责任 并公开警员随身拍摄的摄像记录 但到目前为止 当地警方称 开枪的警员有配备随身摄像机 但过程需要经过州府的调查 因此没有交代警员的身份 收查令的内容 以及开枪的次数 据一位目击者称 当时非裔男子不老正开车离开现场 事后他的车留下了多个弹孔 后方的车窗碎裂 也有附近的居民表示 自己听到了6-8声枪响 而不老的家属则称 当时不老的身上并没有武器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但对于民众的说法 警方表示 暂时未能核实 事发后 附近社区的商家 已经开始用围板封起了门窗 以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21号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又发生一起抢劫案 当天下午1点左右 一名55岁的非洲裔女子 托马斯 正准备进入一家商店时 突然从后面追上来 另一位非洲裔女子 二话没说 直接对着托马斯的头 砰 然后就快速的逃离了现场 根据警方的消息 凶手38岁 名叫贝尔 他和受害者 曾是同性恋人的关系 据称是因为两人发生 情感纠葛 托马斯跟贝尔提出分手 所以这个贝尔就受不了了 一时冲动就酿下了大火 事发后 当日晚上 他主动前往警察局自首 目前面临二级谋杀指控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4月23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 累计3237万 零554例 累计死亡人数 57万8200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66674人 死亡863人 纽约州 今天新增 6537例 6537例 死亡59人 加州新增 2171例 死亡81人 新泽西州 新增 2771例 死亡31人 休斯顿 新增 314例 死亡9人 芝加哥 新增 1262例 死亡13人 长岛 纳苏郡 新增 277例 死亡0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